他们无视大雄铁青的脸,反而火上浇油 当天亮后两人打扑克时,大墙鬼鬼祟祟的凑到窗边,偷偷地往里面看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村里失踪的人太多,警察很快就接到了报案 因为过去了太长时间,尸体早就开始腐烂,根本找不到任何踪迹 这时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发现尸体里有块大石头,上面留有凶手的DNA 他们赶紧把石头送到医院,随后来到村里提醒村民注意 但大雄却根本不带怂的,回到家后父亲带了礼物回来 打开一看是块猪肉,就在一家人商量的怎么吃时,大雄却变了脸色 他静止走出了家门,村里的寡妇已经没了,所以他把目光放在女孩身上 他跟着女孩一路来到村外,提前埋伏在女孩的必经之路上 用一根竹竿绊倒了女孩,随后把人拖到树林里,随着衣服的破裂声响起 大雄也终于得偿所愿,这次女孩被发现得很早 警察通过检查尸体,断定凶手是个左撇子 于是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所有左撇子的男人都被他们带回了警局 很快警察就来到了大雄家,大雄听到动静后,赶紧把菜刀换到右手 而男友则因为是左撇子,被警察带走喝茶,可大雄并没有有所收敛 他又一次出去找猎物了,他在隔壁村发现个寡妇,然而他刚想动手 却看到不远处藏着警察,他只能暂时收手 第二天寡妇正在地里交菜,大雄突然从柴堆里窜了出来 他一锤子敲了上去,谁知女人背上的是个假娃娃 原来这个女人是个警察,两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 但他怎么会是警察的对手,即使周围警察围追堵截 但大雄还是仗着自己是本地人,侥幸逃了出去 随后他把身上的衣服脱掉,穿着背心跑回家中 父亲看着他身上的血迹,就知道他闯了大火 于是赶紧把大门关紧了,晚上大雄收拾了衣服,准备赶紧跑路 然而他却被父亲叫住,随后父亲递给他一卷钱 告诉他等天快亮时再走,不然会引起别人注意 随后父亲哭着走了,天亮后大雄坐上了车 然而奇怪的是车上只有他自己 这时一群警察冲了出来,原来警察根据他丢下的帽子 猜到凶手就是大雄,然而入狱以后 大雄却什么也不肯说,狱警好心给他送饭 他反手差点把人勒死,随后自己也多次寻死 甚至在狱警救他时,他还咬掉了狱警的耳朵 但在局长的感化下,大雄交代了全部的事情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电影《冷血人狼》